5月2号,2020中华民族大赛马新疆马会系列赛在新疆昌级市开赛。 此为2020年中国内地举办的首届网络赛马系列赛。 比赛采取闭门赛马、网络观赛方式,除必要的赛事工作人员和参赛队伍外, 现场零观众观赛。 观众可通过多个手机应用程序网络观赛。 同时,赛事现场还设置了线上直播销售新疆特色农产品。 参加过三次赛马的凯里克·波利·巴赫特告诉记者, 他的家人和朋友们都会通过直播网站观看比赛。 这是第一场比赛,就获得了冠军,很高兴。 新疆西域重城马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汉坤介绍, 观众在直播间观看赛事同时,穿插线上直播销售新疆特色农产品。 这也是马产业链延伸的一次探索。 在主播们推荐的当地42个特色农产品里, 鹰嘴豆、吉台面粉、杂粮小米得到用户的热捧。 今天的话呢,咱们这个销售的数据是非常好的, 基本上开播一个小时,我们的数据就是已经超过了500多单了。 中国马业协会副理事长、新疆马业协会理事长姚新奎介绍, 线下赛马,线上销售当地特色农产品, 开拓了农产品市场,帮助农牧民增收。 这是我们新模式,就是把我们赛事和网络的直播、带货、销售相结合, 形成了一个,我们来创新呢,形成一个产业的融合, 最终来达到产业的互融、互生、共返。 近年来,中国明确提出推动马产业转型升级, 探索马赛事活动市场化运作。 根据2020年推进新疆现代马产业发展行动计划, 新疆也将继续扩大马术赛事活动影响力, 打造赛事品牌,充分发挥新疆本土马优势, 形成赛事活动常态化,提升新疆马术赛事国际化、产业化水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